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主办国 日本首相安倍曾经派自己的特使 自民党的干事长二杰唐进吧 专门到了北京去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显然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他是希望习近平能借着六月份到广岛 到大阪去出席G20能够对日本进行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 让两国关系加温 我的问题是想说 其实现在美中正在打得不可开销 作为美国的盟邦日本 好像这个时候并不想跟美国一起站在一起 反倒是积极地做出与中国全面政治和解的这样一个姿态 你怎么看日本这样一个选择 其实你看这个 我们说中美贸易战 实际上中美贸易战中国不是第一个 在美国已经打了好几个 是 已经两仗都已经打完了 我觉得现在好像站在美国旁边的人并不多 除了台湾以外 起码支持他的人不多 也就是说这个美国计划 他已经没有什么盟友或者是朋友可言 起码在贸易战时没盟友 对美国而言 所谓的美国优先 美国利益 可以说是所有事情 所有朋友 所有关系 所有道义上面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让美国能赚到钱 怎么样让美国能够占到便宜 怎么样让川普能够在他的说辞里面 他的确是为美国争取到 某种程度上的一个优惠 那这样才能够拿到他的选票 所以你由这个 所以你由这一点来切下去的话 你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 就是以前所谓美国的盟友 现在几乎对美国都产生一种叫做 距离上的一个保持 不管是在中东 你看美国他一下说要从中东撤兵 一下要从 他又停止 又要说要准备有12万军人 要重新部署在中东 你说这种进进出出 这种所谓那种能够被预测的确定性 所谓能够掌握的那种盟友的结盟性 似乎在川普上面你会看到一个不确定没有把握 甚至今天说好事情明天又会有所改变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日本如果像以前一样 一味的都是靠在美国的旁边 跟美国做一个紧密的盟友 恐怕对美国对日本的最大利益上 也是一种赌博也是一种所谓的一种 一种不是很确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现在世界各国几乎他们都抱着一个 尤其对美尤其美国的这些盟友 基本上他都跟美国保持着一种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关系 反正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态度是蛮有意思 中国几乎张开他的双手 他跟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发展关系 他跟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保持某种形式上的一个结盟 起码大家都在谈合作 或者是联盟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美国推开来的距离 似乎这个距离慢慢在往中国拉近当中 日本也不例外 因为日本他本身他的关系 日本本身他的一个地位跟他的一个角色是非常尴尬的 因为再怎么样他也是一个战败国 他跟美国的那样的一个所谓彼此相处的一个关系 他可以说是美国最忠实的一个跟班 美国最忠实的一个政策的实现者实行者 可是美日之间本来在道义上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在川普的手上好像慢慢淡去了那样的一个色彩跟一个角色 所以当然他要把他的眼光放在中国上面 那是不是毕竟中日之间有一种 没有办法去掩埋的那种历史上的仇恨或者是心结或者是纠结 那日本我想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够寻求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化解 一个新的关系再建立 所以我觉得川普的时代 与其说川普说让美国优先 应该是说全世界的一个关系 国际的一个变化 是一个重新组合洗牌以及洗盘的时候 那到底这怎么洗 怎么洗 这个怎么重新组合 怎么洗牌 倒是一个蛮有意思 我们可以去观察的这种点 起码日本现在还是回到了 在中美之间保持一个 尽可能不偏不倚的一个中立地位 中间的一个 对 因为这对日本来讲是最大的一个最有利的 因为两边的你回旋的空间都比较大 当然除此之外日本也非常积极 日本在去年开始主动恢复了中日韩三国的元首的高峰会 以前因为日本跟中国的关系紧张 所以三个元首的高峰会就被中断了 日本后来主动把它恢复 不仅恢复 李克强访日的时候 安倍给予了很高的一个规格的接待 让人感觉到日本有意和比较有意愿的恢复与中国的关系 同时日本又积极推动中日韩的东北亚自贸区 因为东北亚自贸区推了很多年 最后日本不参加 日本比较脱后 最后中韩之间达成了自贸区 现在日本也要积极加入 同时在今年11月份 将会就10加6 就是东盟10国加上中国 日本 南韩 新西兰 澳大利亚 还有印度 10加6将会共同草拟一个新的10加6这样一个自贸区 这样一个协议 其实现在这些协议呢 一个是没有美国 这两个自贸区里都没有美国 第二个呢 被个中日共同主导的那些合作都不是我们川普总统愿意的 因为川普总统TPP的都不要嘛 他说我就想这个双边谈判 我不想跟你们一个group一个group谈 所以你怎么看 其实中日双方之间虽然不针对美国 但是这样做法来讲 其实也某种程度上 也是帮着中国在贸易战当中 多了一点资本和实力 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日本 你会发现很多国家慢慢开始形成一种共识 叫做亲中防美 反而符合自己国家最大的利益 现在很多国家就是这样 包括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 就是你对美国的一个警觉性 或者是对美国的一个防御性 那个距离性 那也就是因为你在美中贸易的这样的一个对抗当中 基本上这两个国家 我们用句话叫旗鼓相当吧 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大国跟大国的一个对决 可是你可以发现 美国在他的贸易的谈判上面 他几乎叫做六亲不认 亲疏不认 就算你是我的小老弟 就算我们有这么多年的交情 好像在川普的谈判过程当中 一点好处你都摘不到 他不在乎 但是当你亲中的时候 他反而会形成一种叫做联合的一个力量 他会形成一个新的团队跟谈判的一个力量 所以亲中防美防止 这个预防美国 好像现在不只是日本 我相信韩国也慢慢也有那样的一个味道 也就是说在整个亚洲的国家 他开始发现 与其跟一个太平洋彼岸 那么远的地方的美国保持深切的关系 还不如跟着 就是隔着一道海峡 隔着一个海洋的中国 保持一个更近的关系 似乎在自己国家的利益上 或者是在商业的谈判上 会占有一个比较有力的立场 我觉得这样的味道慢慢地在呈现出来 那这样会不会形成一种趋势 或者是形成一种叫重新洗牌的一个筹码呢 我觉得也是好戏可以看的地方 而且不光是这个问题 现在其实原本这个按照东盟国家的说法就说 我们现在政治上靠美国 我们这个经济上靠中国 现在看来在政治上 他们也觉得美国似乎对他们也有了一些 不一定美国靠得住的感觉 所以现在开始呢 也愿意跟中国 对换句话来说吧 就是对中国的戒心没有过去那么强了 越来越打开心结 能够 因为毕竟中国过去不管是一带一路 还是过去的中国兼职的和平共诸五项原则 慢慢这些国家也能听进去了 特别是现在南韩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 现在南韩的经济受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国内的经济非常的失业率很高 而且经济状况出口都受到巨大的影响 再加上美韩之间的贸易区谈判 几乎韩国就是举白起头墙了 美国要什么就得给什么 就是已经这样了 所以从现在看呢 无形当中这场贸易战似乎有一种感觉 让中国在亚洲地区的这样一个 领导者的地位 好像随着美国退群 好像中国的领导者地位 新的群形成 不仅形成 而且好像大家也慢慢开始默认 中国也是一个领导者 其实这符合美国利益吗 我觉得这种叫做我们常说长多跟短多嘛 叫做短多长空啊 没错 因为你要建立一个群 你要建立一个领导者 你要投入多少的资源 投入多少的代价 你曾经有多少的牺牲 但是你要累积这样的一个现在的地位 你要经过多少长以上你现在的经营 在川普短短的两年当中 叫做丧失殆尽 但新的不管川普能连任还是不能连任 如果不能连任的话 新的继任者想要再重新维持这样的一个地位 或者是建立这样的一个互信的关系 恐怕要花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时间以及更多的金钱 我觉得哎呀有这个商人啊 我们常讲说商人你要看是一个长 这个长久眼光的商人 还是短视的商人 从某些角度来看川普啊 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是不是真的符合美国最大的利益呢 难道美国最大的利益是只有钱吗 只有金钱只有经济吗 我觉得这也是川普要去思考的地方 这恐怕这是美国人民更要思考的地方 2020年你的票 是不是还要投给这样一个 急功近利的一个商人 做总统 还是说我们能够选一个 相对来讲 能够真的符合我们美国利益的 一位新的总统 当然啊 这个答案其实不在于大纳川普 而在于我们每一张的选票 明年2020年的11月份的投票 那将决定美国未来的命运 当然了这也要看美中贸易战 未来的发展 也要看国际局势的发展 但是更要看美国国内 经济状况 如果经济能够像我们总统说的 欣欣向荣 我们总统连任 那是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物价上涨 股市下跌 老百姓感觉到的和你说的差距太远的话 恐怕就想投给你 这手未必投得下去 是这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